今天过来吃小鱼村 好久没来了 也非常的想念 今天是约了两个台湾朋友 一个就是台湾美食家朋友 另外一个台湾朋友 是从美国过来的 从吃个纽约客 这一边挨着海鲜市场 这里是一个小鱼村 小鱼村那个名字也是我给他取的 小鱼村 实际上它是一个泰文的名字 哎呦我车锁了没有 这里就是停车不好停了 停在路边上 你看这里 是正儿八经的小鱼村啊 来得比较早 就怕待会没位置啊 特别是没停车位 这里还有渔船 这里相当于是一个港湾啊 他们把船从海里面 开到那个小河沟里面 就避风避雨 这里在晒鱼啊 晒了那种咸鱼 很新鲜啊 晒了油鱼 好饱啊 这个都已经晒得差不多了 晒干了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味道 这里有很多可能泰国的名人呢 这里他的当家菜 哦这个椰子还做得很快哦 炒蛋白铺铺了呀 看那应该是煎的 哦这个也是武太猪 嗯不错 这个招牌菜啊 莫姿鱿鱼 哦你有炒饭啊 哎呦你有炒饭我还叫白饭 哈哈哈哈 对呀 白铺炒饭 炒饭好吃 我想是说有 怕他们有时候有的菜太辣了 有时候就炒饭了 哈哈 上下三颗奶酸 开开了 又上两颗菜哦 对呀谢谢 这个是用蛋黄啊 炒的海鲜啊 有虾有鱿鱼 蛋黄还可以 嗯蛋黄 这个是炸的 这有生蚝 生蚝 生蚝蘸这三种酱啊 这个好像是辣的 这个也是辣的 这个就是脆的蒜 哇这个是一个大菜哦 嗯 印菜 哈哈哈哈 这个是什么 就是油炸 不是油炸 就是炒啊 泰式爆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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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一下国外的那种美食频道 大头虾 这个大头虾 这个是油炸 这个大头虾吧 看着有些虾 好像是用泰国虾做的 我是觉得 你那个主流生物 是比较先进的 像我们华人去美国 孩子自然而然 他会 哇他这次炒的虾 是大头虾 肉很肥 嗯 大只 对对 这么多菜啊 12345678910 10个菜 146 可能是包括水吧 包括水吗 应该是 146 就是不到300啊 280 290 对啊 所以你如果把它删成美金 就很便宜了 就不到50块美金了 对 如果这么大一桌菜 你在美国吃 哈哈哈 我都想对你们 有没有吃到你们想要 这位来自纽约的朋友啊 他也是早年 在美国留学 读大学 后来就在美国留下来了 在那里工作 然后生活 现在几个小孩 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并且事业有成 所以他现在就 一身轻松啊 享受自己的退休时光 周游世界 他谈到自己经历的时候 他就顺便问了我一句 你既然 带着小孩到泰国留学 你为什么不去美国啊 因为以他自身的经历啊 他认为 小孩以后的 学习也好 还有工作也好 未来的发展机会也好 在全世界各国来说啊 他认为美国是最有前途的 实际上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 我也经常啊 被朋友问到 即使在我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我也经常看见 这样的评论啊 说你竟然有美签 为什么不去美国啊 一步到位啊 一劳永逸的解决 小孩读书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吧 当然原因是有很多啊 并不是说像有的网友认为 啊 西康太穷了 去美国啊 支撑不了那边的生活成本啊 实际上关于美国的生活成本的话 因为我去过两次美国 每次在美国待的时间也不短 啊 有亲身啊 生活的经历啊 自己租房子 自己搞定那些什么宽带啊 什么电力啊 什么水啊 这些东西啊 并且都是买菜做饭啊 所以说我对美国的生活 还是比较了解的 啊 据我所知啊 美国的生活成本 实际上比泰国 中国大陆来说 也高不了多少啊 特别是吃饭 都差不多啊 我现在在泰国 还有一些在中国大陆 每个月 我们一家的生活 吃饭方面的开销啊 也差不多一千美元啊 在美国也就是这个水平 虽然现在通货膨胀啊 美国物价也上涨了不少啊 但是你真正跑到那种什么 量饭式的大超市啊 像Costco啊这些去买东西 回来自己做饭啊 也生活成本也就是一千美元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我也问了美国这个朋友啊 他说也差不多啊 并且他们还是经常去 华人超市买东西 美国贵的啊 主要就是房子方面的费用啊 不管你是租房还是买房啊 这个成本确实是比较高的啊 比如说像 嗯 这位朋友吧 他说他有个小孩 在纽约布鲁克林 因为工作就在附近租房子 一室一厅啊 两千美元一个月 呃 我以前在拉斯维加斯 当然是疫情前哈 那个时候是一千美元一个月啊 一室一厅的房子 当然所有东西都包啊 你如果是那种不包的就很便宜了 我租过四百多美元的哈 但是只包水啊 啊 店啊那些都是你自己去开通啊 自己去付费的 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后来第二次去 我就租了一种全包的啊 就是一千美元 当然现在价格应该是涨了不少 你如果是自己买房的话 就存在一个房产税啊 还有那个维护的成本也是相当高的 呃 所以主要就是在住方面的成本啊 当然总体的成本 那肯定是比在泰国是高很多 但是啊 你要考虑到在美国挣钱是非常容易的 实际上我也关注了很多 呃 在美国生活的那种自媒体博主啊 特别关注那种在美国送外卖的呀 开Uber的呀这种啊 他们的收入真的是挺高的啊 有的是年薪能达到十万美元啊 啊 一个月一不小心都挣一万美元啊 当然可能是在疫情期间啊 现在应该是挣不了那么多啊 但是挣个 跑情理点啊 挣个六七千美元一个月啊 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 哦 上一次那个北京哥们啊 他也在跟我聊啊 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美国啊 他在美国 他的小孩在美国啊 现在读的是长春藤大学 啊 并且 马上要毕业了啊 毕业以后是准备读哈佛的研究生啊 他说他周围的那些朋友啊 呃 家里面小孩也很优秀啊 但是因为没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 所以说他们就没有这个机会去读长春藤 啊 也许他以前啊 可能更优秀啊 但是就缺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所以说他也是极力兼有带小孩去美国啊 啊 并且他说到他有个朋友啊 当时也是一家人去了美国啊 啊 老公的话 也是最开始开Uber送外卖啊 一个月是能挣5000美元啊 后来觉得太辛苦了 然后就换了一家公司啊 就是去送邮包 啊 一个月大概4000美元啊 实际上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工作啊 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也是经常上网采购嘛 特别是美国的那个什么黑五啊 那些啊 我们都会买很多东西 网购很多东西啊 呃 我发现啊 美国的那种快递员啊 送包裹的 特别的轻松 他们一般都是开一个相似的货车啊 到你门口一来 呃 不管你人在不在啊 他也不会提前通知你 他就直接根据那个地址啊 在门口一扔就走了啊 并且有的人还经常啊 送完货以后在那里抽根烟啊 跟你聊聊天啊 挺悠闲之在的啊 虽然 收入少一些 但是我觉得很轻松啊 每天开着一个相似货车啊 出去转一圈就回来了 下班啊 一个月能挣4000美元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另外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对夫妇啊 他太太啊 就是在一家仓库里面做保管员啊 一个月是3000美元啊 他们一家的收入一个月就是7000美元 他是自己买了房子啊 买了房子 他每个月的那个物业费啊 房子维护的成本 以及他日常的开销啊 是一个小孩还是两个小孩 日常的开销加起来的话 也就是4000美元 也就是说丈夫的收入的话 就覆盖所有的开支 然后太太的收入3000美元啊 每个月就存下来了啊 发扬中国的那个勤俭节约的风格啊 在美国生活 美国也居然还能存钱啊 那为什么我现阶段 我不会选择去美国啊 实际上原因也很多 第一个原因吧 就是说美国虽然教育免费啊 但是呢 幼儿阶段的教育可不是免费的啊 并且费用是挺高的 美国只要收费的东西 那肯定就是比较贵了 比中国也好 比泰国也好 肯定是贵很多了 所以你读幼儿园的话 那个费用还是挺高的 当然纽约朋友也在讲啊 他说有一种幼儿园啊 就是说学前班啊 就是你明年你要读小学的 然后这个小学他会开设一年的学前班啊 那个是免费的 但是这个学位非常难抢啊 你抢不到啊 你就读不了啊 他是不管你的 这个是一个方面啊 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中文啊 实际上我知道啊 只要在美国生活的家庭啊 哪怕父母在家里面说中文啊 但是小孩的中文都很差 包括我的同学也好 还包括这位来自纽约的朋友也好 但是他几个小孩就说中文吧 就说能听懂一部分 但是不能全懂 所以说后来家里面就开始说英语啊 也是迫不得已的一种行为 因为对小孩来说英语太简单了 太容易了啊 中文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所以他肯定会选择更容易的英语 你如果是从小生活在美国的话 他的中文是很难学好的 我有个同学啊 他就是从小他也很重视中文教育 还请那个家教啊 那些给他补课啊 学中文啊 平时也在读补习班啊 那些他但是还是不行啊 说到中文还是摇头 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我还是想自己的小孩 先在泰国也好 在中国国内也好 先把自己的中文先学到一定的程度吧 至少比如说小学三十年级那个程度啊 对中美两国的文化 两国的语言啊 都能够通啊 不说精通嘛 就能够通啊 对他未来的发展也多了一条门路啊 当然为什么我坚持当小孩要学中文啊 有很多朋友不理解 我以后会做一个视频专门讲一下 好 这是第二个原因啊 中文的学习啊 第三个原因的话 就是跟中国国内的 还有很多千十万里的联系啊 比如说吧 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的财产 实际上跟中国很多人都是一样的 大部分都是在国内的房产里面 你到美国去的话 长期生活你肯定就是要 把那些房产变现啊 来支付你在美国的生活成本 你在美国买房的费用啊 当然这个也需要一个过程啊 并且现在国内的房价也是下跌啊 有很多地方都是有价无市啊 你不一定能顺利的卖出去啊 卖出去以后 也是一个问题啊 反正这些都是存在种种问题 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啊 不是那种一出而就的事情啊 当然还有个原因啊 就是我如果要去美国的话 我也希望是往后推迟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真正在美国的生活的话 就是那种比较单调 比较枯燥了 就是每天卫生机在奔波了 因为你吃老本啊 肯定以我的财力肯定是没有办法应付的 肯定是要工作的 那你一旦工作的话 肯定就比较辛苦 不管是送外卖也好 开Uber也好 或者是去送邮政快递也好 那你每天肯定是要工作的啊 而且美国的那个工作强度还是挺大的 美国它工资高啊 但是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 它每天的工作的强度还是比较大的 这样的话 你是要每天跟自己小孩相处的时间也比较短 然后自己也比较辛苦 生活质量的话 说实话 那肯定是远远比不上 在泰国这种躺平式的生活 所以说我还是 也是有一点自私的想法吧 就是先尽量啊 过几年躺平的生活啊 放松身心 比如说 把自己身体啊 再养好一点 锻炼好一点 来应付未来的挑战啊 当然不一定要去美国啊 以后还有多种的选择 因为我这个人嘛 还是喜欢冒冒险 探索一些未知的事物啊 尝试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话 也能给自己的小孩 多种文化的一种洗礼 给他多种那种文化的背景 也许对他未来的发展也是很有利的 因为我在美国生活期间 我接触着美国人 我发觉他们的那个世界观啊 真的是有点狭窄啊 因为对他们来说 美国应有尽有啊 什么都有啊 美国在他们眼中就是世界啊 他对美国以外的东西都不是很感兴趣啊 当然我不希望自己的小孩以后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观 总之吧 说那么多啊 就是说 也许美国是未来的一个选项 但是绝对不是现在的一个选项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目前不考虑去美国的一个原因 好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